我们看到陈时中今天选战的起跑 第一战就到了万华 他来万华 在林家龙认证的陈时中仇恨值很高 在台北市他的仇恨值最高的地方 大概就是万华了 万华人都记得 他在这里拿出了一张 叫什么 以名为先 然后他说以前在立法院有些言辞 不是很精准 有任何人因为这样有受伤害的话 他要诚挚道歉 他到万华去诚挚道歉 但是另一头看到有万华人在这里抗议 警察立刻把他拖走 所以巧心告诉大家 一边说人民为先 二方面就把他来抗议的人民拖走 这叫双面人吗 凯湘你怎么看待今天这个现场的画面 我觉得先讲陈时中这样第一个行程 第一个正式的跑选举基层的这样的路战的行程 跑去万华龙山市 然后去讲说要去盗窃 我觉得这件事情完全合理 代表他的选担是有节奏的 大家不能小看 就是毕竟他过去曾经在他指挥中心任上的时候 曾经一度想要把 想要跳脱郑文餐的责任 想要跳脱三加十一的责任 想要掉脱诺福特的责任的时候 说万华是破口 这件事情终究必须要算算账 所以他过去嘴硬了一整年 然后现在到龙山市去讲说 如果以往有一些用词不够精确的地方 要跟大家诚挚的道歉 其实我觉得稍微有理性的朋友 应该就能听出来这句话有多荒谬 以往用词不够精确 我要诚挚的道歉 如果有人被受到伤害的话 那你现在讲到讲以往这件事情 代表说你也知道他已经过了一整年的时间了 如果这句话是错的 你早就该道歉了 为什么等到你要参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你才要道歉呢 那如果你觉得你过去一年都不需要 为了乱讲这种话道歉的话 那你现在又去道歉 这不是显然就只是为了选举在那边演戏吗 所以我觉得有理智的万华 中正万华区的民众 或是台北市民 其实应该自己看清楚 这个戏演得有多做作 那其次呢 当然就是这个 这个陈时中在讲话讲到一半的时候 然后就有一名这个男子 然后就是对他在喊说 你要保持把握台北市民的财产吗 什么什么之类的 然后就被两名这个穿着便衣的警察给带走 带走 然后今天在网络上面 就引起非常大的这个纷争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其实基本上这个男子 他就只是站在陈时中面前 对他大声讲话而已 对他大声讲话而已 他甚至不是抗议 也没有讲什么三字经 对 后来发现说 他是陈情的东西 好像是跟一个什么直销有关 直销还是一个什么 反正就是一个金融 金融上面的一些争议有关 他甚至不是针对陈时中本人 在叫嚣在抗议 结果就被警察直接拉走 然后警察至少有几个瑕疵 包括警察没有穿着完整的制服 或是完整的这样的一个装备 然后同时呢 他到底有没有出示警员证呢 他有没有表明身份呢 再来你有没有告诉这名男子 他的犯案的室友呢 你就直接把他拉走 这件事情立刻就让网络上面 引起很多讨论包括什么 包括就在不久之前 不久之前 还记得蒋万安吗 蒋万安去扫街 有一个大妈 跑他面前来讲说 我要你的DNA 什么之类的那种 就是也让大家觉得很荒谬 说要怎么要你的DNA 一般DNA都是靠着体力来传送 不是吗 然后呢就是当了面 蒋万安还跟他在那边 喇赛喇了很久 讲说可能在讨论DNA吧 之类的讨论很久 那为什么陈时中在他面前 有个阿北 对他大声地喊 说要保护台北市民的财产吗 这话有什么错 立刻被拉走 这执法怎么会出现 这么不同的双重标准 一个是陈时中 现在这个一届平民 一届平民 为什么警方要对他这么进行 这么高规格的维安 到底凭什么 还没当选一届平民就这样子 刚刚你当选还得了 是不是也要用骏码 把人民隔到多远去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蒋万安才刚刚发生过 大家都还记忆犹新 那个梗图我个人也有收藏 这个是我想要你的DNA 这种图一定要好图 好图一定要珍藏的 那这事情怎么会这样子呢 台北市为什么执法会有双重标准呢 当然现在今天在网络上面 也有一些护航说什么 那是因为安倍就这样被刺杀了 拜托安倍这个刺杀 不是就是因为 那是日本警察 日本的随护真的疏忽了 但是这个阿北市 在大家面前去跟他喊说 你要保护台北市民的财产 那这可以类比吗 我这不得不 你知道讲个题外话 其实昨天 其实昨天也有个场景 让我觉得非常夸张 就是呢 桃边市议员参选的那谢克阳 他最近每天都盯着林志坚 然后呢就是说要这个林志坚 林志坚你这个论文怎样讲 他昨天呢针对林志坚说什么 这个林志坚讲说我裤子破洞 他就拿一件西装库去送他 结果呢 他跑去自拍他那个抗议的场景 那个林志坚离他有多远啊 林志坚在一个一种建筑物 你们那个什么 反正就是孤军的那个展览馆 在里面 他在里面活动 然后在里面这个什么参访 然后呢 谢克阳被隔在 在那个出来的院子的马路的对面 还要拉很远的距离 然后警察把他挡在那边 林志坚不过是一届平民 林志坚跟你我没什么两样 当然参选人某种程度 可以申请随护 那是一个随身保护 你什么资格 可以把维安拉到这么大面积 为什么谢克阳不能在他旁边 随护应该是说 如果今天我要对你动手动脚的 那随护我把我挡开 你凭什么 他什么事都没做 他只出一张嘴 你就可以把他隔到马路之外 隔一两百公尺之外 这什么垃圾为完 选个屁啊 你们出来当公仆的耶 你还没选上的时候 你价子比什么人都大了 我真的觉得台湾警察 你们不要看了 今天现在在选这些首长 将来拿谁不定就是你老板 就拍马屁拍成这么恶心啊 我看这个真的非常生气 我觉得对 刚刚讲的 以民为先 中间要打一个符号 以民进党为先 因为宪法修正案第一条 绿能你不能啦 好不好 跟他修正 好 这凯强讲得真好 原来是这样子 以民进党为先 这边两个小字 进党两个字 隐形墨水 大家没有看到 没有 昨天看到这个 大家觉得很荒谬 第一个 今天我们一开始 网友就要留言 陈时中是谁啊 凭什么 架走一个平民老百姓 他现在还不是一个 正式的候选人 就是一届平民 没有错啦 参选人是有点敏感 但是阿伯讲了什么呢 他甚至还不是 质疑陈时中什么八千多条人命 什么防疫措施 什么我没有口罩 我没有疫苗 他甚至不是讲这个 他是来前情的 对保护台北市民的财产 这句话到底怎么了 海滨到底怎么了 以民为先 陈时中完全好像 没看到一样 对不对 这叫做 这种人如果当选台北市长 会怎样 他当选台北市长 就是我们再重复过去 那两年记者会 他什么都应该 大可不必 就这样 你受得了吗 拜托你还想看到这种场景出现 我是已经快要吐了 那 他今天跑去万华 去跟人家讲说什么 过去在立法院用词不太精确 你搞错了吧 就是因为你们过去用词太过精确 你们很明显的 在讲万华是破口 万华病毒 不懂你们讲的吗 你们就是这么精确的用词啊 才会造成万华民众的愤怒啊 不是这样子吗 所以还有什么好讲 还在那边鬼扯 然后今天被拖走这个人 我觉得这位被拖走的先生 当然要看他自己 你可以告这两个执行的人 因为他们两个非法执行情务 请问一下 他是不是妨碍你的自由 因为说真的 今天陈时中是什么身份 他叫自由业 他自己讲的 他没有任何职务在身啊 这两个人到底是不是随护 你们第一个没穿制服 第二个没有证实自己的身份 你也没拿识别证出来 就算你真的是随护 请问一下随护 现在就可以保护你吗 第一个你有没有去申请 第二个 参选正式参选的时候 有什么时候 你现在正式参选了吗 你还没有去登记 谁知道到最后是不是你 搞不好你被换掉 谁晓得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这个随护要去保护他 是谁批准的 他自己本人有没有申请 如果他没有申请 为什么随护要保护他 这个全部都要说明清楚啊 然后再来 今天他去龙山市这个地方 请问一下他有申请 他有申请集会游行吗 他如果没有申请集会游行的话 任何人都可以到那个地方去 不是吗 任何人高音在那边讲什么话 警察 就算你真的是警察 就算真的是随护 有什么权利去阻止他 完全没有哦 而且不要跟我讲什么安倍那个东西 安倍那个我听得快笑死了 据说后来日本那些随护喊冤 他喊冤是什么 因为我们受训练的时候一定要有个人讲说 安倍拿狗命来 这时候他们才能扑进去 那如果没有这样喊就表示不是杀安倍了 所以他们当时没有反应 没有讲keyword 所以说不定他的keyword就是什么 财产是不是 台北市财产 只要台北市三个字要扑上去 是这样的意思吗 我不知道 这个人看起来没有任何威胁力嘛 所以你干嘛 而且说真的 正常的情况怎么样 这个人没有露出很明显 你可以过去规劝 你就说是不是可以等一下再谈或怎么样 但是你完全没有资格去动手拉人 动手拉人第一个妨碍自由 妨碍他的行为 我觉得当然要看这位先生自己要不要告 我觉得他可以去告 那刚刚凯翔讲的那位参选人 他其实可以去告 他告会赢哦 强制罪啊 对强制罪啊 你凭什么强制我的行动 你不用我进去凭什么 对啊 而且林志坚凭什么有随护 他有随护的资格是什么 他有没有去申请跟陈思忠一样的道理啊 你凭什么把我隔开 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要诉诸法律 当然法律会不会还公道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连这个最基本的都不做的话 以后就随便民进党解释无法无天了 真的 然后最后我讲一下 我说真的 如果没有练过书法还是不要出来写字 那个字真的不是要 那不是写人家送他的 那是人家送他的 我老一讲 这是龙山寺的董事长 董事长送他的 因为说真的啦 他也没有练过 有 可是 我就直接说练的不是很用心 这样子 我自己也练的不是很用心 所以我不好意思写 可是 我说真的要写这种东西 还是先下点苦功会比较好 我补充一下 其实今天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然后我有 这是有市议员 立刻就把台北市警察局的联络人叫去 讲说你凭什么把这个人拉开 到底凭哪一条 然后他告诉 然后他回应市议员 回应市议会质询的时候的说法是说 根据警察职权行使法第27条 那内容是什么呢 警察行使职权时未排除危害 得将妨碍之人车暂时驱离或禁止进入 这白纸黑字 警察跟你在那边胡说八道 那请问危害是什么 我在你面前大喊 你会照顾台北市民的财产吗 就是危害了吗 这句话怎么了 我拿一套西装裤 林志杰你裤子破 我送你裤子 就是危害了吗 所以你今天不跳出来反对 然后呢 对这件事情发生 以后什么事情都危害了 蔡英文的她的特勤条理 已经无限上官道什么 无限上官道说她不能看到 任何对她意见不同的人 意见不同的人 喊也不行 有没有好几次之前设違法 不是警察栽章 有个人只是在路边想要拿布条 结果被警察 然后对她碰瓷 碰一下倒地 然后说她什么她洞出 然后把她带到警察局去 这种事情都已经发生 那是在总统身边 现在连这些平民 什么林志杰 什么陈时中 都跟你搞这一套了 我们再不出来反对 然后再不出来抗议 再不出来争取 到时候真的就变成 好不好 以后就是张氏支持法 那个年代了 什么意思 林志杰车来了 大家都要躲到桥底下去 好不好 等她车子过去 你再出来走路 要来科普一下 这个水神 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 会还原成水 不会感染 也不会影响到你的皮肤 所以小朋友孕妇也适用 万万水神不伤人体 适合长时间多频率的使用 如果不够用的话 难道可以干脆把生成机 埋回家自己来使用 谢谢大家